馬來西亞總理亦站出來為巴勒斯坦人民所受過苦難發現 這是根據馬來西亞海峽時報和聲報的報導 在當地時間10月31日,馬來西亞總理兼裁長安瓦爾 在下議院回應質詢時,美國曾經最少三次企圖馬來西亞在爾巴衝突的問題上向馬來西亞施壓 他重申了馬來西亞的立場,亦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非法佔領 他再呼籲巴爾衝突召開了伊斯蘭合作組織的緊急會議 亦認為這次會議很奇怪,應該邀請中國、俄羅斯和巴西一起 很明顯現在在馬來西亞的角度,中國、俄羅斯和巴西站在正義立場那邊 所以邀請你們三個國家去,似乎會有幫助 他說美國方面曾經致電馬來西亞的美國大使質疑他們衝突上的立場 尤其是針對馬來西亞,針對以色列在加薩地帶施行私家暴力的立場 他就說我們馬來西亞是獨立外交,不會因為利金家壓力而改變 他就說外交部告訴總理 馬來西亞在10月13日和10月30日兩次收到美國大使館的召喚 要求馬來西亞利用外交通道敦促一個國家 不要利用衝突,透過代理人捲入袈裟衝突 不知道是哪個國家 他就表示,政治和混亂並非剛剛上個月才開始 而是在1948年以來已經持續幾十年 因此拋開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阿拉伯領土上的暴力 侵略和殖民主義是不合理的 他就說俄羅斯因為俄烏衝突受到譴責 但是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 並沒有受到任何來自美國等國的同樣譴責 儘管這些行為已經持續了很多年 他就說作為一個奉行自己外交政策的獨立主權國家 他就不會屈服在任何一方形式上的壓力 一定會支持以正義和人道主義原則的大聲疾夫 反對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的種族隔離政策 馬路西亞是一個伊斯蘭國家 所以他們有參加伊斯蘭國家的合作組織 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警覺 我們知道以色列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但是直至美國的角力衰減之前 似乎巴勒斯坦人民都未必還有好日子 當然我當然希望盡快解決這個問題 但可惜想是解決和可以真正解決仍然是一段距離